当两位玩家都基于数学上在做正确的决策的时候 你的决策就是要符合科学性 虽然结果是我们的Cadell在转排击中了一张K 但我们的Hackson的这样子一个操作就是整一笔的 当你的筹码量越少最少跟你打的范围 或者说对手扣你Oling的范围会越宽 那么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抓到对手的一个筹码上的Double 我们的Voxen在枪口架的位置拿到了一手八九同色 并不是特别好在这个位置 非常的艰难 是非常边缘的一手牌例 还有三十八万五千的一个后手 还是选择了过牌 还是选择了该牌 牌是非常的好看 但这手牌在这个位置是一手非常非常边缘的牌例 但后手筹码太短了 后手筹码太过于不支持取游戏这样子一个手牌 八九同色之后牌 装位可以玩 大芒可以玩 这个马量在枪口位是一定不能玩的 就是 EV太低了 也就是负EV了 面对一个装位的六万的加主 我们的Bronkini是坐拥三百二十万的筹码 在大芒位拿到了一个构圈 一个合理的跟注 我们现在的Bronkini就是可以在翻牌前用一些大量的一些高张牌 一些AX牌一些大对子去做一些翻前的挤牙 然后也可以用一些结构牌去看任意的翻牌 跟对手打一个翻后 之后牌 我们的Greenwood有一个两头脉顺 我们的Bronkini有一个两勾章抽后门顺 两边的权益差不多是持平的 46比54 在一万两万五的盲主级别下 目前我们的底池来到是四万五千 有效筹码是一百三十万 转牌的一张钩为我们的Greenwood是带来了一个纳子顺子 Bronkini也是拥有了一个顶队 最后牌他应该会损失不少 因为最后顶队在这个面上面对Greenwood的一个专位开持是领先太多了 所以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价值下注 在十四万五千的底池里面直接下注十一万五千 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 其实 Greenwood的下注 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 对啊 这里是字幕出错了 应该是Bronkini的下注 可以看到我们的盒牌出现了一张草花酒 Bronkini这里 还是有一定的Bat的一个机会在 或者是做一个check call 或者check fall 看他的对手Greenwood是怎么做一个下注 在三十七万五千里面 我们的Greenwood拿到了一个顺子 但是排面目前是单张成顺 看他对对手范围的解读 做了一个三十万的下注 非常大 在一个三十七万五千的底池里面 做了一个三十万的下注 一个五分之四的一个底池尺寸 然后Bronkini这里 圈钩实在是太大了 输的组合是 其实是不多的 选择 看一下Bronkini 做了一个完美的七排 好我们转到红桌 这一把牌是我们Fish2013 选择在Hijack加注 Polfar拿了一个A10 再有位置的状况 加注到15万 然后翻牌之后 我们Fish2013选择一个check 那我们Polfar持续的进攻 下了一个13万5的注 在36万的底池下注了13万5 那我们的Fish2013 在这边拿一对二做了一个check race 那我这边Polfar是 我觉得 我想Polfar这边 他可以选择跟注 那当然他也可以选择all win 呃 基本上应该不会是一个盖牌 因为毕竟 在这个 在加注的3B底池 他已经有一个Nuts的抽花的机会 虽然对手是想要表达他有一个K 然后 表达有一张K的范围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们的 他并不知道Polfar的牌 有一个这么大可以持续 持续性的一个 的手牌 那转牌是一张5 那底池已经到了106万 而我们的Polfar后面只剩下110万 那我们的Fish2013 也算是桌上的生虫码180万 那他会选择 继续all win 或者是 放弃 这个底池 因为这个底池现在有点大 那Polfar的确 他是一个3B的玩家 手上可能有 JJQQ 可能有 X-King之类的牌 我选择了一个1.5分左右的底池 那对于Polfar來說 是 是非常的划算 甚至在这边选择一个all win 的话 我觉得都不会太奇怪 那在这个River 我们的Polfar 击中了一张10 这时候 如果我们Fish2013 想要all win 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跟住 在这151万的底池 Polfar只剩下85万的抽码 在以往的转播过程中 Polfar他做一个慢打的状况 是比较少见的 那 这时候 他在盒牌中了一对10 是有一些摊牌价值的 那如果他做一个很薄的 洽子下注的话 也不是不行 那只是对手 不知道 对手也不太有什么牌 可以做一个支付 因为毕竟对手在 翻牌的时候 选择过牌价值 因为毕竟对手在 好 我们Polfar nice hand 击中了这张10 让我们的Fish2013 不敢再偷下去了 因为Polfar的确 他手上还是有一些 很强的范围在他手上 哇 我们的Mbinger 这边拿到一个Asus 大概有30多个大盲 他选择加注5万 这一把球 这把Saint Greenwood 是一个top range 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应该是一个 选择一个在家组 17万5左右 好像加的蛮大的 加到15万 那我们的Mbinger 这边Asus 总共有80万的筹码 呃 在没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他应该会有点担心 这个Saint Greenwood 的牌 并不够强 所以他在想 这边是不是要选择 的Owin 还是选择慢打来做一个 呃 试着可以拿更多的价值 285,000 选择了一个最小的Mini Race 那Saint Greenwood 这边算是一个 最top range的 尤其在庄家 加对到Cutoff的位置 他的牌大概是前3% 没想到撞到了前0点几的Asus 这把也算是原家牌 Saint Greenwood 会不会再创造一个奇迹 盖掉一个JJ呢 之前已经看到 他创造很多次奇迹 他这边有Pockets J,该不会真的要盖牌吧 好,他选择跟住 285,000 那现在我们的Mbinger 后面只剩下 51万的筹码 而我们的Saint Greenwood 真的是打得非常小心啊 这个JJ真的是不知道 大到哪里去了 居然选择只用跟的 好,这翻牌是468 Mbinger也许会选择一个慢打 因为 虽然他没有方块S啦 那其实468 对手也不太会有一些 跟下来 5B的一个 跟下来4B的一个范围 跟这468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关系 那Asus这边 我觉得 他有时候会有S King 所以这边AA选择跟AK一样的打法 尽量的平衡,我觉得是不错的 或者是要打一个超级小的柱 选择一个155,000的下柱 那我们的Saint Greenwood 这边有一个Pocky Jacks 他已经闪掉A跟K了 真的 真的是撞到 不过他已经 尽量的想办法 减少 这个波动 可是还是没办法 开得太 不好 如果先开这张K的话 搞不好就可以让我们的Saint Greenwood 闪掉 好 这把牌我们的Saint Greenwood 损失惨重 Saint Greenwood 他真的算是打得非常非常的小心 好 又来了 好位置又好牌 已经是比较靠后的位置拿到这样子一手TOP RANGER的牌 简直不得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越后面位置 开牌范围会越广 所以遭到 再加注的3B抵抗也会越多 那这时候你拿到好牌相对就可以 更容易赚到更多的筹码 比如说这手牌 这手牌我觉得2Terra是一个 出发了 O-IN的一个范围 因为已经来到1万5 3万 他现在只剩3-5-2万 10多个BB 那直接是一个O-IN 真的是都一头撞上他的TOP RANGER 这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好我们 这个7-3开的牌 我们来看翻牌 一张黑桃 好 这个算是还不错 一个可以分钱的一个 一个 一个翻牌 有多一张8的OUT 或者是在转牌再多一个OUT 可以分 梅花3 好 这张梅花3 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Tutail想要 扳回来的几率就降低了 5%几率赢 11%几率平局 对手进中了一个Natswha 那我们的Tutail是被 我们的Brinkini淘汰在第15名 那场上剩下最后14名玩家 对手 刚刚对我们的Tutaila 也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 那也说到在亚洲现在 他的主要游戏也是短牌 而且主要是在亚洲嘛 他现在短牌听说也是 跟他们打蛮多短牌的现金桌 然后打得蛮好的 Tutaila可以看到上一次他在我们的激州岛战 但是赢下了一个短牌赛事的冠军 对 从他的打法之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 他了解很多这个游戏真正的 的一个精髓 对精髓 他水平应该是特别的高 虽然我没有跟他打过 但是我可以知道他的短牌水平一定是非常美 回到周围牌我们的Jayton 在大盲卫是防守他的十八杂色 并且在 翻牌是击中了一对十 而我们小盲卫的SteveO6 只有一个七嗨的牌 可以买一个下面的顺 买一个卡巴 买到的话就不得了 可以打到很大的配 因为买到的话 我们的对手是击中两队 好像是鑰匙的 把他拿到巴黎 就是往上開 那我們的Ottoile這邊已經沒有什麼攤牌的架子 但他有唯一一個 一個主擋牌,紅心6 他現在有160萬的籌碼,是不是會給對手繼續施壓力呢? 好,可以看到 再四十二萬 在28萬的底池裡面下注了一半 十四萬 面對一個半尺的下注,我們的Jetan這裡不好說 他還是選擇了繼續的跟處 那Ottoile在這邊 底池已經腫到非常大了,56萬的底池 那我們的PeterJetan連跟了兩發 他跟到...我現在都心寒了吧 那可是Ottoile這邊不打的話就是... 選擇放棄 但我覺得這邊是一個有機會偷機的一個... 一個機會啦 這邊如果不偷,他就只有騎,還是穩輸的 那對手會有個出角壓力 他也許會在這邊選擇一個投機 直接選擇All-in 那這時候我們的... PeterJetan就會陷入一個... 非常艱困的一個決定啊 畢竟他只有一對死,上面有A,有Q,有... 銅花 這對他來說真的是個滿難的決定 而且這邊一跟錯,你就是GG 你就要離開這錦標賽 他不太好跟啦,這裡10是真的跟不動啊 真的是跟不太動 10是真的跟不動 10是真的跟不動 特別是我們的 PeterJetan還屬於一個場上比較謹慎的玩家 面對對手吃了一個直接打後手的一個 連三發的一個動作 60萬的底次,他的後手剩下30多萬 可是我們的PeterJetan 然後也陷入了一個場考 他覺得這邊對手很有可能在投機 其實有很多投機的組合 哦,對啊,我先抽出色 不好意思,先抽 選擇call 選擇call 好厲害喔 哇,PeterJetan這把讓我真是刮目相看 好厲害喔 一直以為他是一個... 穩穩的乖乖牌 沒想到這把還抓得這麼seek 好厲害 我看到UT級的位置 我們的Voxon是拿到一手全球同色 這個馬量太少了 14個大馬 應該選擇蓋牌吧 7人桌 應該還是會選擇蓋牌 雖然我們現在的UT級是可以稱為是新的裝位 open也是做一個open fold 選擇一個最小的家族 還是想要去...啊,那走遠了 最後牌又沒法抵抗了 這裡是一個... 不太好的一個選擇 在chunk位去... 等於去偷齒 他現在就是要搏 就對手在後置位都沒有一些東西 最好就只剩下大馬跟他打 那麼他還可以去... 強行的遊戲一下 結果就撞到有牌了 選擇一個在家族 我發現我們的Jankman好像是... 一下子又多了好多抽馬 對 那之前應該是... 他剛剛主要有一個翻倍 他也是... Pocky Queens 對到對手的一個A9 然後翻倍... 哇,我們之前Bride Kenny 我們全場的chip leader 拿到了一個S-King 太大了 我覺得應該會再加上去 蠻有可能會加上去 那大家說要... 他要平跟的話 也不是不行 可是我覺得直接加上去... 哇,那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這邊... Jungleman應該還是會... 應該還是會跟啦 因為... 畢竟Candy這邊O-In的話不會有AKK嘛 AKK通常不太會這樣做這樣的事情 那QQ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就是... 甚至會跟到一些JJ 我覺得這個QQ應該是... 應該是要上啦 雖然現在有點接近前圈 可是這個QQ真的太大 不會改的 885,000 不到30個大盲主 對啊 太難改了 不到30個大盲主 上了 選擇了跟住 那麼是一個稍稍領先的翻牌 Brencanny現在看一下這牌 Brencanny今天跑得非常順啊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順過這一次 這手要是順調的話就太恐怖了 就籌碼了 這也太恐怖了 就400多 430萬 看翻牌 C 3 4 兩梅花有一個後門花 有一個後門花的機會 如果來張梅花2或5的話 就厲害了 就厲害了 梅花或者2和5或者AXK 太多了 加強牌 9 比較慘的一張牌 那River是只有6張的奧子 我們看一看我們的Jungleman能不能頂住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盒牌 一張梅花7 那好我們的Jungleman打起來囉 Jungleman是成功的進行了一個翻牌 並且是從我們的Chip Leader身上 得到了一個 100多萬的翻牌 現在換成我們的Jungleman是這張桌上的Chip Leader 230萬 現在兩位玩家的籌碼量是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2個7人桌 2個7人桌 不知道這場比賽 這場眾神之戰 冠軍獎金 以及冠軍頭銜 會花落誰家 我們的Brenkeny是 選擇加注到6萬5千 我們的Vickerson 這裡終於有一手可以出發的牌了 不到10個大忙 拿到AK非常開心 那又對到我們的Brenkeny 他會不會再度損失30萬的籌碼呢 選擇ALL IN了 290 那稍微還是有一點 9點多的大忙 他變成現在是要跟的話 是要跟23萬 其實有點蠻接近的啦 蠻接近可以跟的 接近淘擠 接近淘擠 炸了可能不到3萬 可是我覺得值得跟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機會 可以把桌上一個牆的玩家幹掉 你的牌也不是說太爛 是有一些價值的 你不要說一些真的很弱的一些 呃...什麼... 7、8、7、9這種牌 Q10這個牌其實 性價比還不錯 那如果有個機會 可以把桌上一個牆的玩家幹掉 我覺得 在籌碼這麼多的狀況下 我覺得蠻值得跟住的 好...我們看翻牌 直接進入了一張圈 然後我們的Burgerson只能下A跟K了 還有一個後門花 看轉牌有沒有幫助 轉牌沒有任何的幫助 一樣剩下6個out 我們的Burgerson有沒有辦法在這邊 翻倍呢 River 看一下River 哦...我們的五哥 我們的Christophe Burgerson 是離開了我們的賽場 場上剩下最後13名玩家 他做了正確的決策 但是運氣並沒有站在他的這一邊 如果他從來多個3BB的話 Kenny可能就蓋牌了 他今天表現得非常出色 Kenny是做了一個正正好好的邊緣跟住 底池裡面原本有7萬5千 就是兩個三萬的盲住 再加上一個一萬五的小盲 他自己放進了六萬五千 對手all in 29萬 那麼他需要用額外的二十二萬五千去跟住一個 四十三萬的原本底池 也就是總底池會達到六十七萬五千 那麼二十二萬五千比上六十七萬五千 正好是零點三三三 那我們這邊的夜尾香 選擇all in大概是十三個大盲左右 等了很久等到一個Pocket Kings 其他我覺得他可能也是可以用Open的 結果現在被我們的Sand Greenwood 選擇跟住 夜尾香好像是我們馬來幫 除了Profire以外 最後一名倖存的玩家 但是這首牌他拿到了非常大的堅果牌 A個KingKing 口袋對K 那我們Sand Greenwood也是有一個蠻強的 Sjack 十多個大盲 沒有A 看似安全的一個翻牌 任何一張過河的牌都能為他帶來提高 石鉤圈K 好 來一張9也是提高了一點 The River有沒有幫助呢 Ace on the River 那我們的 一尾香 在這邊 KK輸給Sjack 也是沒辦法 Sand Greenwood的運氣回來了 對 昨天這麼倒霉的一個運氣 終於今天稍微回了一些 所以EV是會緩的 我們的五哥進行了一段採訪 還提到 在剛剛進行的比賽中 他沒有玩太多的很強的牌 可能最大的一個錯誤所犯呢 就是在 面對Danny Town的一手 合牌之中的一個set goal之後 他用他的遲時下注 然後 擊中了 然後支付了對手的一個加注 那他還提到 他是09年開始成為一個職業牌手 非常的 早期 好像跟大科是同一年 09年是開始學打牌 那我算是 畢業之後 退伍之後 大概 11年開始走職業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把牌 喔這把牌 有酷了的對撞 啊 120萬啊 120萬啊 我們又要損失一名玩家了 我們又要損失一名玩家了 真的是又要損失一名玩家了 我們的O2L 這邊 我從來沒有在翻前蓋掉過KK 我 很少有蓋過 有蓋過一次 我從來沒有蓋過 有蓋過一次 如果我感覺到對手很大 像AA的話 我寧願 比賽好像沒蓋過 現今之後有蓋過 我寧願Coding去看 我寧願去 跟住對手的4B 或者是 跟住對手3B之類的 一旦我做了一個4B的話 也不會蓋過對手5B 選擇直接O in 那扣 秒扣 喔 天哪 我們的 Steve O2L看到了對手的NAS牌之後 非常的難受啊 上一秒他還以為他要翻倍了 他想說怎麼會是我 怎麼會是我呢 特別的艱難啊 這個 看一看我們的翻牌 有沒有奇蹟 目前還是頂住了 而且並沒有任何的概念 還是只有兩張K的集中 兩張奧子 兩張奧子 這把如果我們的Fisherings贏的話 就會變成我們全場的 會打到300萬 合拍 合拍是一張曹花6 那麼我們的Steve O2L是直接 一個非常健康的30多個BB的馬量 直接是離開了我們的賽場 非常的可惜 並且是在臨近泡沫圈 Steve O2L非常的可惜啊 鏡頭可以到我們的Alex Fogson 在第一手牌 休息過後的第一手牌 就拿到一手口袋對K 他的籌碼也不到20個大忙 他現在很希望有人可以跟他打完 他選擇做了一個加注 他是怕 後衛沒有人 有一個牌啊 因為腳上桌子還是 比較短啊 應該只剩下5 哇 哇 哇我們的Dan 這是我們的Dannington嗎 你在搞什麼Dannington 哇這Bubble台 Dannington這邊真的是 在Bubble台真的是 真的是有氣 運氣滿好的 今天真的蠻旺的耶 我只能說 他今天這張週日上 真的是旺 給我 真的是教我做人 給我講了一個道理 就是 沒有什麼水 沒有什麼技術上的碾壓 就是 哭了 真的沒有任何辦法 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就是他 他 他就 該推牌也推了沒錯 可是他落後都贏 然後現在又開始又哭了對手 真的是 沒有任何的辦法 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哇 這是什麼狀況啊 哇我們Dannington這回 哇我們Dannington這波要發大了 這個遊戲 怎麼玩啊 我們Dannington真的要發大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把牌 會不會來一個Double Kill呢 他沒有辦法Double Kill 他至少一個Triple的 哇 這個O-1應該應該是個三加O-1了 這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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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Jason Kun是過來看熱鬧 但是馬上又走了 但是 這真的是閃不掉 但是他可能會馬上看到很熱鬧的一幕 看來這一把 這一把Dannington很開心啊 這把Dannington很開心啊 喔 選擇O-1秒Call啊 這個太扯了 這個太扯了 太扯了 哇 哇在這個 哇 哇 哇 太扯了啊 頭髮好慘啊 一個A 一個KK 一個AK 我們Dannington真的 哇 Dannington真的是 在這場比賽 我們的Dannington就 就真的 真的是王 這是天選之人啊 我沒有話講啊 就是真的是 沒有話講 那我們的Alex Foxen 只有一個OUT 真的是快沒救了 我們Dannington現在還是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啊 我們Dannington現在非常緊張 Dannington這場比賽 應該也是在人生買入最高的一個比賽 喔有一個黑桃喔 黑桃喔 有一個黑桃 還有一個分錢的一個機會 看得起來是蠻難的 Dannington是蠻難的 好啊 這個 真的太扯了 這個真的太扯了 目前沒有什麼幫助 只有一個K的套子 這把 兩個人插起來就一個套子 如果Dannington這把 這把贏起來是一個 兩三百萬的一個底次 還有一個2的Chop 我們的DannyTown這把超大的一個TRIPLE UP 把我們的Function的KK清掉 不得不說這個遊戲 今天DannyTown的這個排路就讓我 就有點無語了 真的是太屌了 Jungleman選擇A6銅花直接蓋掉 那現在在這種泡泡期間 大家玩的範圍照理說都會稍微打得比較緊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他在觀煞位 一手圈八銅色 DannyTown有10萬 他會選擇加注到9萬 8萬5 8萬5 我們的Kennie Goes on off Satel也沒有辦法抵抗 5萬5 她們都會選擇 5萬5 2萬5 3萬5 2萬5 3萬5 2萬5 3萬5 4萬5 3萬5 4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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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萬5 5萬5 7萬5 4萬5 M-Binger會不會來繼續的加注呢 那他現在感覺好像打得比較激進 他沒有試著讓自己打得比較緊 像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的Jun跟我們A6同化是直接蓋掉 那我們M-Binger這邊感覺好像想要繼續的加注 在U-T級的位置選擇加注他的狗屎雜塞 這是一個五人桌 Greenwood會不會直接O-In呢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這個有點太多了 不過現在是一個Bubble Time Bubble Time 40個Dum 在後衛有比他多籌碼的嗎 好像有我們的Bringkini 好像沒有耶 Bringkini好像比較少 Bringkini好像比他少 Bringkini對 190萬 Bringkini 我們的Jung Heart 那在這邊 我們的Mbinger這邊沒有擊中 就像我們也是直接蓋掉了嗎? 對 直接蓋掉他的圈溝 不想要去躺這個渾水 就像我們現在算是打得 在這Bubble Time 算是打得比較緊 所以我們在這個泡泡期間其實可以看到 每個人不一樣的風格來處理這個泡泡期間 那滾物是不是也會來一個Check呢? 喔 沒有喔 他選擇要來打 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口袋對2 那我們的構思是直接選擇蓋牌 我們的裝位 Greenwood 拿到一首K式雜色 還有300萬的籌碼 還有300萬的籌碼 選擇加入到10萬 2.5個BB 喔 太大了 最後排 哇 這個Style應該是要O-In了 畢竟他是全場籌碼最少的 10個BB 那Style有可能是會跟住的啦 可以Call的喔 這裡可以Call的喔 加33萬而已 33萬去贏一個 33萬去贏一個 額外59 92萬的底次 對 一個92 59加33 92萬 那選擇 選擇跟住了 選擇跟住了 35%就可以跟了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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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邊緣跟住 可是再加上籌碼優勢的話 就沒有什麼差了 沒有問題 對 這裡 我們的Greenwood是 面對了 Style的O-In 大家都來看 因為這一把 這一把 如果Greenwood贏的話 現場每一個人都有一台法拉利 對 差不多吧 兩百萬港幣 一台法拉利差不多 最便宜的那種 最便宜的 入門款 有法拉利跟沒法拉利就差很多了 中了一張Ace 那好像是穩了 因為這個 這個太難超車了 太難超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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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轉排一錘定音了 剩下只有3% 轉排開小就一錘定音了 一錘定音 我們的Style翻倍 還如不來開一張10 如果沒有這張Ace的話 Style就GG了 那現在 應該Jungleman的臉應該是最臭的 應該現在變Jungleman是最少的 應該現在變Jungleman是最少的 他選擇做了一個 跟住嗎 十萬零五千的架組 選擇做一個架組 沒有看到抽馬的顏色 Dentown是擁有一個250萬 那這邊勢必會選擇一個抵抗 他抽馬也cover對手 這裡做一個再加注也是可以的 因為在目前這個情況下 他抽馬cover對手很多 哪怕輸掉了170萬 看一下他還是有80萬的遊戲空間 對 20個大毛 選擇了一個跟住 選擇跟住 在這個時候其實他作用大籌碼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擠壓扁的機會 哇 Dentown 這個 不得了 我覺得今天看他打牌 就 讓我有點喪失了 一個打牌的一個樂趣 哈哈哈哈 信心 感覺那這樣子打 就沒有 沒有什麼贏面 跟他打 我覺得我覺得最慘是轉牌了一張8 哎呀我們這Dentown 詮釋了得撲的另一方面 除了技術之外的另一方面 不同的領域 也有可能要問問看 他是不是也有去燒香 真的是 不得不想 不得不想把他的沒手牌記錄下來 我感覺今天好像沒有看到 FannyTown有什麼 翻後精彩的一些 一些操作 都是進去 然後命中 然後輕掉對手 哈哈 進去命中一個超打牌 輕掉對手 很簡單 就非常的簡單 Easy game Easy game Easy game 真的是 我們Dentown 今天在這場比賽 任何一張桌子上 打得就非常的輕鬆 這排神就仿佛就是貼著他的背在 靠著他的都已經 都已經 都不是站在他的身後了 排神在給他按摩 排神根本是上身 對 排神在他背後給他按摩 那排也太大了 每一手排進去就超級大 頂貼大的那種 那落後的話也會變領先 就是 今天真的是屬於Dentown的日子 我跟你講這裡 最恐怖的事情可能就要發生了 Dentown可能會自己做一個 架子下注或怎麼樣 然後我們的傑森康 可能會做一個 bluff 那如果 應該打一個35 8萬5 8萬5 induce對手 這裡就是去勾引對手 來做一個 加注投機 可是傑森康應該不會 上不上當 上不上當 如果上當的話是打到60萬 啊 沒上當 上當就真的 太扯了 傑森康還是真的穩 對 好 Dentown已經打到280萬